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当地时间19号 俄罗斯国防部同报称 在过去一周 俄军对乌空军基地 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 防空系统等目标 发动了集群打击 并控制了两个定居点 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多架 乌军米格29战机 还拦截了多架乌军无人机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发布战报称 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红利曼 等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 乌军正继续阻止俄军推进 并给俄军人员和装备 造成了重大损失